欢迎来到莫守成规,我是精算师小莫 欧洲杯的比赛好吃吧? 昨天挺不错的,两红一黑 英格莱那场成功命中比分 可惜的是丹麦队新出了个神风 在90分钟又进了一个球 没能让我们收获三连红 不过没关系,总体收益可观 我们继续再来吃点好吃的正菜吧 今天继续精挑三场欧洲杯的比赛 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首先第一场是瑞典对阵比利时的比赛 瑞典世界排名第23位 欧洲第13位 可以说是一只欧洲竞旅 不过由于欧洲赛区抢手如云 瑞典并没有打进去年卡塔世界杯正赛 但在欧洲杯的赛场 瑞典队还是发挥稳定 已经连续六届打入正赛 本届欧洲杯预选赛 瑞典也是想要大展拳脚的 比利时目前是世界排名第2位 在欧洲仅次于法国 同样是本届欧洲杯夺冠日门之一 卡塔尔世界杯兵败之后 德布朗内自己承认 比利时队的问题就暴露了 球队结构的单一 球员的老化 导致现在的比利时实力严重下滑 比利时主帅马丁内斯也远走葡萄牙 如今新的国家队主帅 特德斯科将重新率领球队继续冲击欧洲杯 两队整体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虽然比利时征战了卡塔尔世界杯 但瑞典队也从目缺乏大赛的经验 但是总的来说 比利时胜利是比较可以看好的 但是也要小心防平哦 比分我推荐 瑞典0比1 1比2比利时 这场还是相信比利时的 第二场我们分析一下 捷克对阵波兰的比赛 主队捷克呢 目前是在国际组联排名第38位 球队的总升价为1.64亿欧 目前球队中有多位得力干将 前中后场都有成名大将作证 前锋线上有要场的 露鲁森前锋西克 中场有球队队长 目前效力于西汉姆连的 少切克 后场同样有效力于 西汉姆连的曹法尔作证 而克对波兰目前国际排名 第22位 球队总升价2.49亿欧 最著名的球星 自然是队长莱万多夫斯基 队内的皮亚特克 茨林斯基 扎莱夫斯基 卡审 本赛期状态都挺不错的 总结一下两队的实力 波兰的实力会稍稍占优一些 但双方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的 各大机构包括竞彩官方 都对这场比赛态度十分的暧昧 情况不太明朗 不建议重点关注这场比赛 大家可以去一个平或者说小三个球 比分我推荐的话是 捷克1比0 1比1 0比1波兰 最后一场是法国对阵荷兰的比赛 在赛前呢 法国队主教练得上表示 法国足坛涌现了非常多天赋的年轻球员 他们都具备入选国家队的潜力 在中后卫的位置上 我确实有很多选择的余地 除此之外 我需要建立阵荣的平衡 在世界杯期间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格列兹曼曾尝试过多个位置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调整 荷兰队内拥有德勇 德佩 范迪克 德里赫特和贝尔温等大家熟知的球员 整体吃力也是非常的不俗的 荷兰队近几年表现就比较一般 在世界杯赛场 球队虽然冲进了八强 但还是被阿根廷淘汰 而在欧洲杯赛场 陈一军团也仅冲进了16强 五元之后的晋级 值得注意的是 科曼今年一月份 从老帅范加尔手中接过帅影 本场比赛再次指教的首秀 总的来说 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是占据优势的 可以去法国胜 各大机构态度比较明朗 毫无疑问 但是主任开出单关鞋 让胜和让平几乎贫水 让我们不得不防 也要小心 阴沟里翻船 防止1比1的出现 比分我推荐 法国2比1 3比1 1比1荷兰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大家请看小黑版 好了 我们今天的比赛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小莫的想法 跟你的想法一致的话 就动动你们的手指一键三连吧 我们明天再见